上期专栏里我们开始梳理京东三次最重要的融资 我们先讲到了京东第一次拥抱风险投资机构的经历 也是刘强东遇上他一生的最重要的事业伙伴之一徐欣的过程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京东后两次非常关键的融资 某种程度上说 刘强东虽然身在中国竞争最严酷的一个行业 电商里面 但是他又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虽然企业一直很缺钱 但是他总能在关键节点遇到非常支持他的投资人 甚至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还会给他更多的钱 之前刘强东想要融资200万美元的时候 徐欣的今日资本就给了他1000万美元 而后来这样的故事又发生了一次 这次故事的主角是高龄资本的张磊 这家基金和他的创始人也非常传奇 高龄资本现在已经是整个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了 有过非常多的成功的投资经历 关于高龄资本和张磊的故事 我们之后的专栏也会讲到 在2009年底 张磊和刘强东在一个行业论坛上碰到了 当时张磊是听众 刘强东是演讲人 他俩都是人民大学毕业有一层校友关系 会后张磊主动找到刘强东 问他需不需要融资 刘强东说公司肯定是需要钱的 但他不喜欢跟风险投资机构谈 因为谈的很多 但是理解他的人很少 几乎每个投资人见到刘强东都会问 你们和淘宝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们搞物流烧这么多钱有意义吗 你们的模式为什么这么重 结果张磊和刘强东在高龄资本的办公室 聊了两个小时 他就决定投资京东了 张磊问刘强东需要多少钱 5000到7500万美元 结果张磊说 我要么一分钱不投 要么就投3亿美元 一开始刘强东拒绝了 因为3亿美元会让张磊一下变成京东第一大股东 不过最终双方都进行了妥协 高龄投资2.65亿美元 之后又追加了5000万美元 但是刘强东有董事会控制权 并且高龄资本把自己股票的投票权 全部委托给了刘强东 这样整个公司还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最终这笔超过3亿美元的投资 回报了高龄几十亿美元 是整个基金历史上最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在这次看起来有点非比寻常的投资里 有几点特别值得讲一讲 首先张磊后来复盘的时候说过 这笔投资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 并不是见了刘强东之后 脑子一热就抬高了出价 实际上高龄资本是一个研究型的基金 他们的运作模式是花大量时间和资源 来调研各个行业 在研究中确定自己的投资主题 当时他们在中国就很看好电商 从2008年开始 张磊就在找几家大的传统企业 想说服他们分拆电商 让高龄来投资 结果所有的传统企业都说 你们这帮小孩什么都不懂 之后就都没了下文 最后碰到京东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所以就有了这个 要么不投 要么就投三亿美金的故事 第二 张磊和他的高龄资本 在投资京东之前 研究了很久的亚马逊 当时张磊看了一个贝佐斯的采访 贝佐斯说 成立亚马逊这么多年来 最大的遗憾其实是 有亚马逊的时候 美国已经有了UPS 这样的物流巨头了 所以他再想做供应链 和物流基础设施的整合 就没什么机会 但对于京东来说 他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对手 甚至面临更好的历史机遇 所以张磊告诉刘强东说 我必须要投三亿美元 因为这个生意本身 就是需要烧钱的生意 不烧足够的钱 在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上 看不出来效果 而这些才是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 三亿美元是当时国内 早期互联网企业 最大的一笔单笔投资 高龄也一度被人笑话成 钱多人傻 但这笔投资 不但让京东在非常短的时间里 迅速确立了在中国电商界的地位 某种程度上 也震慑了未来的潜在竞争者 这些年过去 张磊的眼光已经完全被证明了 第三 张磊还看清楚另外一件事 他说 自己投资必须有创始人控制条款 如果创始人不能控制公司 他就不会投 因为虽然创始人控制公司 不一定成功 但是如果失去了控制 那么失败是必然的 而且为了保证创始人 一直具有话语权 高龄在帮助京东 挑选后来的投资人的时候 也非常小心 希望他们所有的股东 都能跟高龄一样 没有短期退出的压力 能真正放眼未来 支持公司的长远发展 张磊说 我们把其他投资人 急着卖掉股份 导致公司动荡的风险 叫做邻居风险 就像买房子一样 你也要看看周围的邻居 是怎么样的 最后再谈到 为什么要投资刘强东的时候 张磊说 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大部分互联网创业者 都在讲自己 要走轻资产模式 其实都是挑投资人爱听的说 但只有刘强东实在 一直在说 我就是要做重资产模式 自己搭建物流体系 和整合产业链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在高龄投资之后的第二周 张磊就带着刘强东去了美国 目的就是参观学习沃尔玛 刘强东在沃尔玛总部 待了四五天 全面了解了沃尔玛的 物流网络和仓储系统 而且回来之后 在京东的管理层 与高龄投资的 线下零售企业 大润发的高管团队 进行全天的经营管理 跨界经验交流 帮助京东团队 学习线下零售的管理知识 这些都对京东帮助非常大 当然 高龄带来的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应该就是我们要讲的 京东第三次非常关键的融资 腾讯的入股 2014年3月10日 京东与腾讯双方共同宣布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京东将收购腾讯 B2C平台QQ网购和C2C平台 拍拍网的100%权益 物流人员和资产 以及益讯网的少数股权 和购买益讯网剩余股权的权利 腾讯将向京东提供 微信和手机QQ客户端的 一级入口位置 及其他主要平台的支持 腾讯将获得京东 约15%的股份 后来又补充超过5% 腾讯成了京东第一大股东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腾讯加京东 与阿里巴巴在国内电商领域 寡头垄断局面的真正确立 而这背后的推手 正是张磊和他的高龄资本 其实从2011年开始 张磊就拉着刘强东 和马化腾一起聊天 但是当时双方的心态都不开放 腾讯觉得自己做电商也可以 没有那种合纵连横的想法 而京东也在上升期 刘强东还不想抱大腿 直到2013年的时候 整个互联网 从PC端到移动端的趋势 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且速度很快 董事会就老问刘强东 京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到底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刘强东才意识到 京东的技术和流量都是瓶颈 于是张磊知道 和腾讯的合作机会来了 从腾讯的角度来说 那个时刻 也是投资京东最好的时机 那时候京东估值 在80到100亿美元 走向500亿 甚至1000亿的路上 要克服的东西还有很多 腾讯的支持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筹码 而且张磊的意见 在其中再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用两个字打动了马化腾 那就是库存 实际上腾讯作为一个大平台 涉足的领域已经非常多 但是马化腾做了半辈子生意 从来没见过需要库存的商品 腾讯最擅长的领域 不管是社交还是游戏 还是文化娱乐 都是虚拟产品 这和实体商品非常不同 当时腾讯的电商平台 易讯网增长也很快 如果每年翻一倍 也能达到1000亿的规模 但是张磊告诉马化腾说 如果易讯做到1000亿 就需要有两三百亿元的库存 每天都要检查 否则会被人偷 还有贪污损耗 这是你擅长管理的吗 他和马化腾说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赚钱 也不是要什么都自己做 而是专注在最重要的事 节省时间和精力 把事情交给各种伙伴 于是在2013年底 京东和腾讯投资团队吃饭 2014年1月下旬 刘强东和腾讯总裁刘志平见面 启动这个投资合并案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 最激烈的时候 刘强东曾经连打7个电话 把在法国滑雪的张磊叫回来 说赶紧回来 要不就黄了 最终张磊拉着双方7位 最顶级的高管说 谈不成就不走了 最终他们花了4个小时 确认了30几个问题 包括股份和价格 微信QQ要给多少支持 双方在哪些领域 不能相互竞争等等 最终敲定了这笔交易 自那以后 京东也成了腾讯阵营的一员 同时控制权还是牢牢把握在 刘强东手里 可以独立发展 张磊还告诉创京东作者 李志刚老师说 我将吴潇光 也就是腾讯电商的CEO的工作 我们的投资顾问 不打不成交 反而成了朋友 没格局观的人 认为我将他的命给隔了 有格局观的人认为 我把他解放了 最后 在京东和腾讯团队的一次会议后 大家邀请张磊做个假话 在酒桌上 张磊说了四句话 第一句是 人生苦短 要搞就搞个大的 第二句是 搞大了就要搞成永恒的 第三句是 永恒是不可能的 再牛也要不断创新 第四句是 早死早超生 要么自己去死 要么自己毁灭自己 再去脱生 这四句话 不论哪一句 都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一下